好,感谢主,很开心 像明哥那样说,我们一起做真的很开心 又是我上来这里,大家可能都见过我 这些是我们一起的同工,我们的组员 很感恩,我们又再上来说 其实很开心,我们整班同工 我们这个就是福气爸妈幸福小组 我们很有趣,见到不同家序的成员 我们有来自激祖的,有来自欢恩家序的 爱加罪的,我也不知道大家是加罪的 但都已经很开心一起玩了 因为我们几个激祖的姊妹,我们的父母 之前也有说过,我们的父母 我们发现了原来我们需要传福音 但原来我们的父母也很需要福音 但我们以往用了很多自己的方法 都令到他们可能很反感 甚至乎不理你,有些好些是跟你来 但都是给你面子而已 但是我们在想,真的很开心 幸福小组可以,原来不仅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也可以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几个 虽然都是妈妈 但我们的妈妈看来都是小女 所以我们就继续找了我们的很好的姊妹 给我们大两岁左右的姊妹 很好,他们可以和我们的父母很多事情谈 我现在交给大家说 大家很感恩的地方是什么 我先说吧 我先说吧 我爸爸是一个教宗教科的老师 他经常跟我说不回教会 跟我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 然后他说因为那些问题 所以他就不信耶稣了 其实我也很难带他回教会 有一次他以为我生日了 所以就来我们的福气爸妈聚会 打算和我庆祝生日 然后最后发现 我告诉他,一群女人都来 然后他说不要紧,我也来 然后自从那次到现在 他每一次都要来 我曾经说过 爸爸,我一群女人都来 然后我妈说 哎呀,你让他来 你不要不让他来 他很想来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 就带着父母去唱卡拉OK 这样 我们之前已经四次聚会了 有一次是BBQ 去了他家 我们的藉口就是说 新屋入伙 再一次就是做冬 接着就是不知谁生日 再一次就是说 我们要去深圳唱卡拉OK 他们这些藉口很瘦 但是我爸爸就说 他说去深圳不去 然后他再问一句 那跟谁去? 跟我们去 跟这些福气的妈妈笑了 那去吧去吧 其实他也经历了耶稣 他看到这个地方是不同 因为有爱 为什么有个男士呢? 本来我们全女班 因为他爸爸 所以我们加入了男士同工 我是负责说信息 大家要知道 这班已经听了 以前教宗教的信息 你下一句想说什么 他都知道 所以我们尽量用这个方法 要对重他的靶心 就是说一些他有兴趣的 说信息十分钟就够了 为什么呢? 我们最后来到的时候 他是很享受这个 神的同在里面 这个气氛的里面 所以大家 将来做幸福小组 其实你的祷告真的很重要 你的心要连结 你不要说 我都看他不顺眼 我怎么跟他做同工呢 对不对? 你的心就是很想 为新朋友 很想去接受福音 为他们享受到 虽然他们的爸爸妈妈 还未接受 正式去决志 但大家有没有听过 他什么叫温水主话 即是他浸浸在神的温水里面 他慢慢会改变 我们不需要一次两次就搞定他 一定逼他信主 但他基本上 我觉得他父亲很有趣 我们叫他福福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已经去到一个很亲密的 一个关系里面 而他不介意我们叫他福福 对不对? 他叫我 Whatever 他叫我一些很噁心的名字 我不说了 但因为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 不是你说些什么 而是这个环境 中了他的把心 他很享受这些地方 他就应该不会掉 可能这个幸福小组做八次 可能做五次 做十次 有一天他会相信 因为他觉得你这群人散发住一个耶稣的香气 是我有祝福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可以分享的 我的福音对象是我的奶奶 前期就不说了 我说现在的经历就是 我觉得祈祷是很有效的 在圣国的过程中间 我奶奶因为开赛栋 有时晚上的时间 她就未必可以加入得到 有一次我觉得 每一次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一起祈祷 其实祈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我记得这次我们去Defa家 BBQ 这次呢 因为他前一天 他就答应了 我们会来的 那后来说 今晚的菜很多都没有卖完 又没有人去街市买菜 那那晚我一传出来 就全部姐妹一起去祈祷 五点半到六点 我说最迟就是六点 很感恩 因为街市一般收档是七点半到八点 他很感恩 我说是祝福 无论是识与不识的 全部都过来买 其实真的很感恩 马上买得很快很快很快 然后回到小小送的时候 我老婆又说 不要了 你带回家就可以了 我说不行 一定要买完 我说一定要买完 然后突然间有个阿婆 路过本身走开了 又回到院里 又回到院里 然后我跟她说 买了它 很感恩的 我觉得在这个中间 我觉得她跟我一起经历祈祷 五点多钟 很感恩的 然后我就提前 然后我打给Kenny 然后就送我们一起去BBQ那次 还有的 很感恩 我就会跟她说 其实神会听我的图告 其实她一直经历这件事 我觉得很感恩就是 因为我这个礼拜 就是昨天前星期五 我就带老爷爷奶奶 我们全家去深圳 带她去酒店里玩 就是休息一下 又很感恩 那天我吃饭的时候 我老爷爷跟我分享 其实你知不知道那天 其实送是很多都慢了 有些东瓜是很难买得出来的 她说 我和你妈妈一起祈祷 就是老爷奶奶一起祈祷 真的有人买 他说那些东瓜一定没有人买 谁知道有人来说 全部都要了 他说很感恩 我觉得很感恩 在这个中间 他们真的 他自己 可能他未必是可以说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方式 不停地跟他说 他很有信心在这个中间 我相信这个信心 因为我的福音的对象很特别 因为全部都是我的夫家这边 就是我老爷奶奶姑仔叔叔这边 我觉得很感恩 在这个中间 这个家庭 可能这个福音 你打开这个厨口 其实我觉得是会有很多需要给他们 还有我觉得很感恩 是祈祷 我觉得祈祷这件事 是进入我们家庭的中间 我觉得真的很感恩 还有很有神的同在 在这个中间 下一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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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这里 就很多谢Sely 给我们有份 参加她们的幸福爸妈 其实我想说 在敬拜会就会做 你有几首诗歌 你有些见证 你有一个喜乐的心 你又很想人得救 信耶稣 你就一定会做 它就令到我们不单止 觉得没有年龄的界限 还觉得我们很有用 就是说 你们做不到的 我们全部都放到 整体我们觉得 我们参加聚会 是很开心的 他们有预备了所有东西 其实我们真是来去 好像人家在一个台 我就上来讲一下 我们觉得非常之开心 我们自己都很得着 还有很感恩 神在什么方面 无论什么配搭 我们都被用上 被摆上 鼓励大家 你们小组家聚有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乐意参加 以及一定要邀请新朋友参加 当你看到新朋友的反应 你就知道 其实不仅是你懂得做什么 而是神在当中 预备了整个救恩 以及预备了那种收割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鼓励 和很感恩的 分享两个镜头 第二次入屋的时候 在Sally的家里 有九个小朋友 可想而知的环境 但有一个小组的姐妹 特意来看小朋友 Goria 我觉得很感动 她连吃东西都没有时间 我们叫她回去吃完 看小朋友 她宁愿 搭很长的时间车 进去只看小朋友 这个我很感动 第二件 就是BBQ那天 我看到Sally的妈妈 就为Kenny吃东西 不是一次 是不停地为她吃东西 那种 很感动 那不是她妈妈 是爱母 但可以这么亲密 所以令我很感动 我很相信 你们的爱 是融化了她 让我开了眼界 多谢你们 让我开了 我开了 因为她被人 无论 在这里 就会说 就会在这边 有点 我开了 我开了